別人是我家門前有小河 但內湖區新民路上的居民 是我家門前有變電箱 而且不到五戶就設有一台 不美觀不說 在地居民更擔心的是 到底安不安全 看到搖搖欲墜 有時候這邊時常有卡車出路 會勾到 然後這邊那個 颱風來的時候 時常看到那個會漏電的現象 大家帶小孩帶來帶去 你這個變電兩腳那大腳而已 萬一或是燒打電或什麼 人家剛走路在那裡 開那裡 原來是因為內湖區石潭裡 以前是重工業工廠的鎖在地 用電量大 台電公司才會在這裡 設立許多個變電箱 範圍包括新民路兩側 二一九項一弄 二弄的兩條巷道 但因為變電箱鄰近民宅 甚至設置在民宅窗戶外 彷彿一伸手就能摸得著 在地居民人心惶惶 希望政府能夠趕快拆除 卻因為隸屬中央 地方單位無法處理 這個電面箱 差不多兩年前的時候 有發生過火災 自然引起火災 然後當時消防隊 也來一部消防車 有一些議員的助理 他跟我反應 他說這個是屬於中央 台電是屬於中央在管 所以說他們地方上的議員 他也完全管不上 柯市長上任後 曾經表示內湖 不需要太多的工業區 里長希望市長看中這個地方問題 拆除變電箱 電纜地下化 還給在地居民一個安全無慮的家園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曹登華採訪報導